黑熊闯入饭店内的厨房 眼睛不断的张望 看有无食物 绕了一圈之后 他转向另外一头 有宝拳接过有黑熊闯入 跟了过来 就在这个转角处 黑熊发现了宝拳 站起来朝宝拳攻击 宝拳被一掌击到喷飞 黑熊看到赶紧的逃逸 这是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阿斯本的一间度假饭店 23号晚间 这一只黑熊闯入之后 跟宝拳近距离的接触 而黑熊一掌拍飞了这个宝拳 宝拳在客户抵达不久之后 就被送医 他的身上有抓伤的外痕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他们调查发现之后 这一只黑熊是从庭院的门 进入到饭店内 在公园的树上发现了他 用麻醉的方式进行人道处理 东森新闻最后报道